早上歡迎CJ帶來的正妹 動畫妹 謝謝 好可愛喔 是CJ在逛台灣故事館時 遇到的正妹朋友喔 像CJ她那時候 當初她怎麼跟妳搭訕 她這種 就是說跟妳拍個照完 然後傳這個 傳MSN交換這種方式 以後如果人家用一樣的方法 妳就可以接受她 不會 不會 為什麼 因為我覺得這樣太隨便了 我們試試看好了 熊寶到底現在還是不是宅男 給妳30秒來搭訕一下 看妳會不會成功 來 熊寶請出列 她在賣豆花喔 妳還要戴畫板喔 妳有這種攝影學會人嗎 妳就說妳長得像斯文斌 妳會戴上 她的角色設定 她的角色設定 所以妳是遊客 妳是藝術 藝術家來逛故事館 說妳是斯文斌 然後妳是叫賣的豆花兵 她在開始叫賣 她的角色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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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家別鬧熊寶了啦 現在就來看看 藝術家斯文斌 不是 是熊寶會怎麼跟賣豆花的 對面聊天呢 好,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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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對面聊天說台灣都不會用你 太爛了你 原本我真的是想要吃豆花 可是一看到店員以後就 整個靈感還有那個藝術的感覺 湧現 吃豆腐 好,豆花兵你隨便 你要不要答應都可以 好 好,他說好了 那我就現在這樣 我真的要開始 不然你... 不然輸了啦 熊寶 想擺脫宅男形象 成功搭勝正妹就靠這一次了 就比戴龜毛趕快下筆劃吧 有 有 好正喔 好可愛喔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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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像你又送我們豆花妹 對對對 好 你會接受他嗎 這個... 這個... 不要發抖 我...我...我... 這樣送給你 謝謝 然後... 就是... 豆花 就是我可以跟你買一碗豆花 可以啊 然後... 脫衣服 我要... 你的... 你騙他 你騙他 我要給他 你騙他 這句很奇怪 你騙他 我騙他 我騙他 會給他嗎 豆花妹 會給他嗎 我們先認識 好 好耶 熊寶不賴喔 靠著畫畫的才華 成功交到真妹朋友 下次再見